据央视新闻4日消息,当地时间10月3日,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沃腾在博明汉举行的保守党年会上发表致词,承认他的经济计划引发了一些波动。 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沃腾发表声明称,将放弃此前提出的对高收入者取消45%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 克沃腾表示,政府正在取消此前发布的迷你预算计划中的一部分,几位最富有的1%人口减税。 英国政府9月23日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期提振经济,其中包括大规模减税方案,计划把对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人群征收的45%的最高所得税降至40%,结果着致广泛质疑和批评。 该政策也在过去一周引发市场动荡,导致英镑对美元汇率创下历史新低。 据央视新闻2日消息,英国保守党秋季大会于10月2日至5日在博明汉举行。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特拉斯2日在保守党秋季大会开幕前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小预算政策,但承认应该为这一计划的提出打好基础。 特拉斯说,他没有和整个内阁讨论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因为这是整体方案的一部分。 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沃腾9月23日发布政府迷你预算,具体措施包括削减国民保险,取消提高公司税收计划,同时削减购买房地产的印花税。 外媒报道称,英国政府计划通过降低税收等措施刺激经济、位置通胀,但引发外界对英国债务进一步扩大的担忧。 据央视新闻报道,俗话说,行官上任三把火,对于9月6日上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来说,如果降低能源账单涨幅是他的第一把火,那么这把火可是十分烧钱。 因为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在未来6个月内耗资约600亿英镑,替民众支付部分能源费用。 第二把火接种而至,9月23日,英国财政大臣克沃腾发布了政府迷你预算,宣布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减税,削减购买房地产的印花税,取消银行业奖金上限等,希望以此来提振即将陷入衰退的英国经济。 这项被称为50年来最为激进的税改方案,出台一时就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此番操作审在哪里。 税改条款把公司税从25%减少到19%,个人所得税从20%将至19%,取消对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企业征收45%的最高税率,改为征收40%。 大企业家惊喜地发现,作为个人他们减税了6%,而他们的企业还能再减5%,但是普通劳动者却只能减税1%,根据英国机构的计算,如果按照此方案执行,明年一个英国富豪家庭将获得约4700英镑的补贴,而一个普通家庭所能获得的补贴不足其一半。 金融市场上,英镑直线大跌,对美元汇率跌出1971年以来的新低。 英国央行推出规模达到650亿英镑的债券购买计划,以遏制政府债券市场危机。 面对质疑声,首相特拉斯在9月29日接受英媒采访时表示,即使需要央行干预,他也坚持认为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认为人们的眼光应该放在更长远的发展上。 虽然目前形势艰难,压力巨大,他却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决定。 在采访中,主持人说,随着利率的上升,与人们背负的贷款涨幅相比,政府此前帮人们省下的钱算是杯水车薪。 结果特拉斯几次陷入沉默,停顿三四秒后才回答问题。 英国卫报也表示,这场面真是有些尴尬。 特拉斯虽然对自己的政策十分坚定,但还是在9月30日与英国官方预算监督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召开会议。 通常这一会议都是由预算责任办公室与财政大臣一起完成,首相出席的情况还是十分少见的。 然而这一举动似乎激发了英国政商界的邂逅与灵感。 英国央行前副行长表示,这属于马都跑了,才去关马救的门。 另一位英国政府官员则表示,这属于弄坏的东西才想起看说明书。